气象达人彭启明正式走马上任 展开环境部长身份 针对碳废 他表示希望尽快上路 同时也对企业喊话 他会努力降低企业的碳焦虑 不过他强调不是向企业倾斜 针对环保团体要求加大改善空污 他承诺会再努力拧对毛巾 找到可以再捡屋的空间 刚走马上任首场记者会 环境部长彭启明发出的首份新闻稿 出现萝卜政策快筛计等比喻 用一贯情和的风格对政策侃侃而谈 面对外界关心碳废何时出炉 他说希望快点上路再来调整 他对企业喊话会努力 让大家不要这么叹焦虑 他认为减碳的棍子跟萝卜都要有 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金融 很像有绿色债券绿色的工具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从我从民间的来看的话 那个都不够多不够好 我们应该有更大胆的更好的工具 能够帮助企业 我希望未来做绿色金融是 可以萝卜比较大 以上场就拼命要企业放心 企业界出身的环境部长 会不会更倾斜于企业呢 对此彭启明强调 不用怀疑他保护地球的决心 至于环团最近不太满意 新提出的空气品质标准修正 认为不够严格 彭启明表示 已经要求同仁要拧对毛巾 环境部不会是经济部的环保署 彭部长在面对引发争议的基隆 协和电厂改建案 如此强调立场 他说台电在7月底前完成补证资料 环境部就会召开专案小组会议审查 此次特别邀请开发单位跟公民团体 针对海洋生态 操船安全港府营运 各找三位专家来参与审查 记者邻居面谢麒文台北报导